再来关注资本市场消息 本周备受市场关注的贵州茅台 在今天上午盘中突破千元 最高一度上涨到1001元 时隔27年 A股再次出现千元股 截止到收盘 贵州茅台股价收于996.35元 今年以来累计涨幅是68.87% 今天上午贵州茅台 以985元的价格开盘 随后一路上涨 10点18分 贵州茅台股价破千 并上涨至1001元 随后价格出现回落 截至收盘 茅台股价收于996.35元 涨幅1.68% 今年以来的累计涨幅为68.87% 涨幅跑赢上证指数超过三倍 整个茅台整体这几年 处于收入和利润加速释放的阶段 所以整体业绩 包括整体的业绩和估值的提升 支撑了整个股票价格的 一个持续的上涨 今天冲破创历史新高 冲破1000块钱 不仅是贵州茅台股票上涨 今天整个白酒板块大幅上涨 截至上午收盘 白酒板块整体上涨4.03% 18支白酒股票中除一支停牌外 其余17支股票均出现上涨 请不吝点赞装